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女孩 出生在一座三线城市 父母都是寻常人 厚道而本分 觉得女孩最大的出席 就是上所好大学 有份好工作 嫁个体面的老公 好在我虽然不是学霸 却也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 在校园里 认识了我的男朋友 我叫他胖子 胖子其实一点都不胖 只是我觉得 被他拥抱的感觉非常好 温暖而踏实 幸福 在心里膨胀的胖胖的 胖子比我大一岁 我们在大学里 爱了三年 毕业后 我们都没有回去 在这座比家乡更宜居的城市 工作 生活 把梦想 中进现实的泥土里 我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 胖子兴奋地回到我们的出租屋 啪的一声 在我的面前 放下了两串钥匙 一个是车钥匙 另一个是庞大的钥匙群 他脸上泛着红光 还有一点被夏末的余热轰出的油汗 压底嗓门对我说 瘦子 咱们开车住别墅好吗 对了 他叫我瘦子 我也不瘦 可是男人爱姑娘的时候 都愿意把他想象的瘦瘦小小 招人疼 所以 这个称呼 我还挺受用 我睁大眼睛说 哪来的房子和车 胖子解释说 老王家郊区的别墅 他要出国将近一年 让我帮着看房子 物业费都交过了 我们只要住进去 帮忙打理屋子就行 车子 不开怕坏 他索性 把车钥匙也留下 所以 我们能提前住进大房子 我也 能开车送你上班了 听上去 是个好消息 原本 对物质没有太高要求和想象的我 都有点振奋了 老王 是胖子的同班同学 本地的富二代 千万 别把富二代 脸谱化 老王踏实 努力 还很谦虚 竭力显得平常和周围的同学 打成一片 可偶尔无意间流露出的低调奢华 还是让人感慨 人生的起点大不同 但我们 但我们从来不嫉妒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输 我们相信 自己的未来也不会差 我们搬进了老王的别墅 就连租房子的钱都省下了 一年后 我们俩买的两室两厅 正好交房子 平时的交通费 算是铁部邮费 居住环境也大大改善 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我被胖子 勾画的蓝图大抖 和他一起憧憬未来一年 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第一次看到和 时尚家居样板间一样的房子 秋天的石榴 柿子 蠢垫垫地挂在枝头 夏季的紫围和木槿 刚刚过了花期 空气中 弥漫着阳光和果实的味道 独栋别墅里 没有满满当当的家具 简约的北欧现代风 器具设计考究而实用 施华 有时候真的不需要 摆在那儿 它只静静地 让你感受它的存在感 气息 就这么向你扑来 屋子 有一阵没有住人 地面和家具 弱了包包的灰 我挽起袖子 准备打扫 环顾了一个客厅 一个餐厅 四个卧室 一个健身房 还有四个卫生间 以及一个厨房 楼梯 走廊的别墅 心里 开始有点泛达 胖子心疼我 拨了老王留下的 家政公司的电话 很快 来了穿着工作服的 专业保洁 我们 维吾自己的别墅 付了第一笔开销 四百块 几乎是我十五分之一的 月收入 我心里 咯等了一下 但我们 还是愉快地 开始了别墅的 居住的日子 生活 不止有诗意 和远方 别墅 让我深深地 体会到了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郊区 离我俩的工作 地方太远 一个月下来 邮费 停车费 三千块钱 都打不住 时间成本无数 从第二个月开始 我们把车 开到距离地铁 最近 最便宜的停车场 依旧 乘地铁上班 后来 车就成了 可有可无的积累 四百块一次的保洁费 让我心疼 我和胖子开始轮流 打扫这座 寄予大的建筑 蹲完地 马文辉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力气 使用健身房 豪华健身房 于是 也变成了摆设 深秋来了 漫天落叶 别墅物馆 只维护公共区域 各家院落 需要自己打扫 起初 我还有心头 打扫落叶 可是 叶子实在落得太快 我扫不过来 干脆放在那儿 我在心里想 图片上 整街漂亮的房子 估计半个小时 就要扫院子吧 还有当初搬来时 让我喜欢的柿子 石榴 不踩 就会落到地上烂掉 踩了 我们俩 又吃不了那么多的水果 我很好奇 老王 以前是怎么处理的 让胖子在微信上问他 老王回话 请专人采摘果子 分装好后 赠送亲友 和邻居 自家院落的 绿色食品 大家都喜欢 我和胖子 没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 也不想再花钱 请园艺摘果子 于是 就任由果实 吊在院子里 和落叶 一起扫掉 清扫的工作 再一次加重 别墅的生活和人际 果然都是配套的 意外 仍然在继续 老王有一天 给胖子留言 快过冬了 储藏室 有一瓶 枯树的消毒液 等家政公司 来修枝的时候 让他们顺便 给果树喷了 杀菌 防护 帮助果树过冬 我们没有请家政 于是 只能自己上 胖子怕我摔着 还怕我被药熏着 自己买了一次性雨衣 胶鞋 和口罩 从网上查了 消毒液的搭配比例 爬着梯子 给树木 修枝 喷药 我站在屋子里 看着他的影子 突然特别心疼 别墅的麻烦 果然也是配套的 有些突如其来的幸运 只有经历的时间 考验久了 你才会明白 是不是真的幸运 然后 冬天来了 之前所有的麻烦 在寒冷面前 都不是个事 这栋伟岸的屋子 使用电热地暖 入冬第一天 我们开了暖气 房间被缓缓加热 温暖 舒适 可是一看到电费 我的心冰冷了 开了一天 将近200块的电费 一个月的电费 就是我的月工资 我们 于是只开卧室 但也不暖和 屋外墙 有保温层 内墙没有 只开一个房间 热气 都散到了整个屋子里去 索性 我们买了电暖气过冬 整个冬天 我们住在 冰寒扩大的别墅里 拿着自己 未来小房子的房型图 规划着开车装修 胖子 搂着 撕溜着鼻涕的我 抱歉地笑 瘦子 本来 想让你提前 过个好日子 没想到 好事办坏了 我擦擦鼻涕 揉揉他的头发 不以为然地说 提前体验一下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怎么知道 十年以后 咱们不是有钱人 胖子没有说话 紧紧地抱着我 我的心 幸福地爬放 快到爆炸了 每一种生活 都有各自匹配的细节 每一段爱情 都有不同的 酝酿的进程 给爱情和生活 自然成熟的使欢 就像红酒一样 它们都需要 在时间的培育下 慢慢地发酵 真正的财富和情感 都不会俗成 没有经过 岁月历练的红酒 口感 怎么能好呢 生活和爱情 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虽然 突发的不幸 会催化人 可突然的幸运 也会让人 有排异反应 当我们的能力 够不上我们的失望 至少现在 可以把步子 放得慢一点 走得 稳一点 对彼此的迁就 也多一点 这所大房子 像一个 生活和爱情的课堂 让我理解 房子再大 两个人 心在一起 才是爱的感觉 两个人过得开心 才是生活的滋味 这个女孩的留言 我看了很多遍 每一次看 心里都暖暖的 有多少人 能够从大别墅里 体验到小房子的温暖 与可贵 有多少人 能够从 速成的幸运里 发现被时光 烘焙出的 幸福的感受 有时候 我们走得太快 而生活 和爱情 都得等它 慢慢地成熟 今天的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麦西水观音 让我们 下次再见 喜欢这种神奇的朋友 记得 点赞 转发 评论 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